你们看视频这会儿我还在夏威夷的笑容峰会上 谁能想到今年的小米14还得如此迅速 前脚8进3刚发布完 今天上午小米14的性能测试就给解禁了 并且紧跟着把发布会也开了 今年这首发应该是板上钉钉了吧 我手里的这台小米14是16G加1T的版本 关于小米14的外观还没解禁 所以就不展开细说了 但可以用一个实拍的短片先赌为快 看了那么多年测评了 这次换你们来描述一下外观 欢迎在评论区展示你的才华 我们继续看今天的主题性能表现 先来看这颗第三代骁龙8硬件上的变动 采用台积电4nm工艺 架构层面对比第二代骁龙8 从1加2加2加3改为了1加5加2的配置 一颗X4超大盒 频率小幅提升到3.3GHz 五颗A720直接干掉了之前的A720 也就意味着第三代骁龙8不再支持32位应用了 但是这五颗大盒的频率有差异 三颗3.15GHz 两颗2.96GHz 所以架构严格来说 其实是1加3加2加2 最后就是这两颗A520小盒 频率也提升了 2.27GHz 缓存上也有升级 超大盒的L2升级到了2Mbps L3增加到12Mbps GPU 方面更新为A750 频率居然给提到了903MHz 峰值性能 比较是有明显提升的 整体硬件上的改动幅度还是比较大 至于实际表现 我们先来跑个娱乐兔 我们拿红膜的两台机子来对比 一台8G2 一台8G2领先版 都是跑得比较高的机型了 来看一下结果 好家伙 V10 版本 小米14 直接干到了203万 相比第二代骁龙8以及领先版 有20%以上的提升 CPU 方面 GIG BENCH 6 单核2205 相比8G2提升不大 仅仅高了7% 对比A17 Pro 还是要差不少的 但多核就明显给力多了 跑出了7250分 相比上代提升了33% 已经比较接近A17 Pro 的多核性能了 再来看GPU GFX Bench 离屏直接干到了89 相比上代提升了29% 比A17 Pro 多了56% 3D Mark 光追测试 好家伙 8715分 相比上代提升了62% 比A17 Pro 高出44% 从目前SoC 的实测跑分数据来看 第三代小龙8的 GPU 性能 可以说是一技绝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实际游戏的表现 我看部分网友在担心这一代不会又是霍龙吧 今天就来验证一下 同为25摄氏度室温 具体参数我就不念了 直接看对比结果 王者荣耀和吃鸡对比小米13 主要就是功耗都低了些 原神这回换成720P 风单亭跑图 半小时 小米14 的温度下来了点 其他部分差异不大 看来得上点难度 星铁直接解锁点对点高分辨率 小米14 实际2520×1132 的渲染分辨率 这得加入在散热备夹了 我怕回头手机给崩了 跑图10分钟后 帧率平均55.1帧 功耗差不多7.8瓦 小米13 解锁后实际2400×1080 分辨率 跑完10分钟后平均43.8帧 功耗6.6瓦 这个差异就比较大了 得益于更强的GPU 即便面对这种地域级别的渲染压力 也有一战之力 至于功耗 至少在星铁这个游戏上 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夸张 另外原神索性也直接不装了 来了个原神2K渲染 小米14 可以到1200P 的渲染分辨率 这种原神画面看着确实舒服 清晰度细腻度不是之前那种AI超分能比的 当然发热量也没法比 肯定也得上散热倍加 所以从上面游戏的表现来看 部分网友担心的火融目前看来是多虑了 关于小米14的性能就简单聊到这里 第三代骁龙8总结一下 目前来看 跑分总体很强 反映到实际体验 中低负载游戏的功耗有小幅降低 超高负载游戏有一战之力 前提还是在小米14这类小尺寸机型上 Pro 的表现会更可观 玩新铁的朋友都可以换启动器了 当然第三代骁龙8的能力肯定不止于此 别忘了还有AI的存在 做节目这会儿获取的信息比较有限 峰会结束后再和大家补充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明天小米14 Pro 的拆解 我们再见